大家好 我是扶瑤 今天我們接著來講通靈男孩M的故事 今天我們要說的故事主人公 是爺爺從另外空間帶來的一位科學家的靈魂 男孩感覺這位科學家在世時一定是有名望的 不過他並沒有提到自己的名字 我們暫且稱他為S S之所以前來見他是因為爺爺預言說 男孩的這本日記有一天一定會發表 並能幫助人們照亮黑暗 S說他在世時曾經發表過很多觀點 比如肉體的瓦解意味著意識的終結等等 然而這些都是錯誤的 現在的他感覺很懊悔 希望男孩可以把它寫進日記 並告訴人們哪些觀點是錯誤的 這位科學家說他當初之所以錯誤地否定靈魂的存在 是因為他跌入了歸納邏輯的陷阱 歸納邏輯的本質是從特殊當中歸納出普遍 所以很容易以偏概全 怎麼以偏概全呢 我們來打個比方 我們一般覺得學生戴眼鏡是讀書時太認真 所以造成了近視眼 那麼用歸納邏輯來推演的話 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所有戴眼鏡的學生 就都是認真學習成績優異的好學生 然而也有一些同學比較愛玩電腦遊戲 有的人是父母遺傳所以才會近視眼 然而也有人是遠視眼 所以這戴眼鏡的學生 也不一定都是認真學習的好學生 這個戴眼鏡書生的概念 就是歸納邏輯推演出來的結果 這個就是錯誤的 那麼人們是怎麼用歸納邏輯推演出 靈魂不存在的呢 說到靈魂 我們一般人用肉眼是看不到的 所以人們跟靈魂的交流通常是通過靈媒 然而靈媒當中其實也有一些冒牌貨 它們沒有真正的通靈能力 還有一些靈媒在傳遞信息的時候 往往會加上自己的觀點和理解 這就模糊了真相 也會容易造成讓人不相信的後果 這樣一來有人就認為 所有的靈媒現象都是騙人的把戲 進而 人們就用歸納邏輯推論出 靈魂不過是人們想像的 意想出來的產物了 而這其中就有爺爺帶來的 這一位科學家S 不過現在的她是清醒了 因為 最有力的證據已經擺在她的面前了 這就是她自己呀 那麼關於通靈能力 S有什麼樣的見解呢 她認為 通靈是一種能夠看到 在大自然中更高層 更驚微震動的能力 一般的肉眼是看不到這種震動的 那麼這話該怎麼理解呢 我們的日記作者小男孩 也是一臉的疑惑 於是S進一步解釋說 當你抬頭仰望蒼穹的時候 你認為這只是一個 點製著點點繁星的真空 而事實上真空當中 充滿了細微的物質 並有著快速的震動頻率 然而人眼卻感知不到 所以看上去就像是空的一樣 關於真空不空這個概念 科學界一直是探討的很熱鬧的 2000多年前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 就認為看上去虛無的真空 其實並不空 他認為真空當中存在著一種物質 叫做以太 19世紀中葉 物理學家麥克思維 又建立了電磁學理論 他認為光是一種電磁波 在空間當中是以光速來傳播的 然而既然要傳播 那自然是需要媒介了 對吧 所以他也認為真空中的 以太是真實存在的 而電磁波就是以太的震動而形成的 然而到了1905年 愛因斯坦俠義相對論橫空出世 俠義相對論認為說 電磁場本身就是一種物質 電磁波是這種物質的運動形式之一 電磁是不需要依賴像以太這樣的媒介才能傳播的 所以以太論就這樣被否決了 然而20年後的量子力學電磁者之一 英國物理學家迪拉克又認為 真空可以看成是填滿了所有負能量狀態的電子所形成的大海 而帶有正能量的電子則是在這個海面上運動 後來另外一位科學家安德森還真的在實驗室當中發現了這種正電子 兩位科學家也雙雙榮獲諾貝爾獎 於是真空不空的概念又一次被物理界所接受了 以太又以電子海的方式再次回歸科學界 不過物理學家們的研究並沒有止步於此 1964年英國理論物理學家希格斯提出 在真空的某種狀態下 在學術上稱為真空太的狀態 是發生在自發對稱破缺時 這時電子場中的粒子可以獲得質量 也就是實現無中生有 這種粒子被稱為希格斯波色子 2012年歐洲核子中心的科學家在大型強子對撞機上 的確發現了希格斯波色子 希格斯也因此榮獲2013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 然而為什麼希格斯波色子會這麼重要呢 因為它解決了物理學上其中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就是質量起源 也就是說如何從虛無當中生出實質有形的東西來 所以希格斯波色子還被賦予了一個說法 它被稱為上帝粒子 以後有機會的話我們也可以給大家仔細的說一說 話說回來 中國道家有混沌生無極 無極生太極的概念 對吧 這在21世紀的強子對撞機上還真的得到了證實 是不是挺有趣的呢 回到我們的主人公 當時作為科學家的艾斯認為說 不只是真空當中 其實這整個宇宙中到處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物質 而且宇宙的結構是世界之中包含著世界 就如同機械結構中大輪子套著小輪子一樣 然而更微觀的物質人類是看不到的 比如說構成它的靈魂的物質就是非常細微的 小男孩的老師帕摩先生就無法察覺到靈魂的存在 通靈男孩具有超越正常人的視野範圍 他就可以看到 科學家艾斯還說 地球上的人只知道有三維空間的存在 就是長寬高三個維度 其實另外空間還有更多的維度呢 比如他們的空間就比我們多了一個維度 它稱之為穿透度 講完這些之後 艾斯又聊起了生命科學 他說現在的科學家們過分地注重形體 但是他們卻忽視了更為重要的生命 在他們看來 生物體構造越複雜 意識狀態就越高級 比如說他們認為 人比青蛙更具有意識 也更具有智慧 那是因為人類比起青蛙來 具有更複雜更精緻的器官組織 艾斯認為這是謬誤 因為真相是 生命是可以不依附於形體而存在的 形體只是某一種 生命形態的特定表現而已 世間的萬事萬物 只要是有生命的 只要是有生命的 只不過人類認識不到 這些罷了 比如科學家們認為 樹是有生命的 可是卻沒有意識 但是在靈界生命都知道 這是錯誤的說法 因為即使是一棵樹 只要它活著 它也有意識 說到這兒 通靈男孩M就曾經看到過一個老樹精 他說 老樹精長得像童話書中的精靈一樣 有細細長長的腿 戴著紅帽子 身體是樹幹的顏色 有的時候它跳來跳去的 看起來非常好玩 所以男孩知道科學家艾斯這番話 所言不虚 艾斯還談到了占星學 他說 每一種元素都有精靈居住其中 有火精靈、水精靈、風精靈 而後兩者還在一定程度上 影響著天氣變化呢 太陽也是一個偉大靈體的物質形態 古代人崇拜太陽神 並不是無知迷信 他們的膜拜也不是什麼虛構的神話 至於說 其他的行星 包括地球也是有靈魂的 古老的占星學絕不是什麼迷信 艾斯揭示給男孩一個道理 他說 影響人類命運的不是星球本身 而是天體中行星之靈 所釋放出來的磁場力量 而這就解答了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遙遠的星體 總是和我們人類息息相關 原來這是因為 這兩者的命運都是由高級生命掌控著的呀 接下來 艾斯還談到了靈界生命的預測能力 他說 那要從人的意念說起來了 人幹什麼事情都是由人的意念來控制指揮的 這個沒有錯吧 然而意念其實並不是源自於我們這個物質世界 而是來自於更高的層次 一個意念在我們人類的頭腦裡出現之前 其實就已經存在於他們那個世界裡了 所以他們在我們付諸行動之前 就知道我們想要做些什麼了 從宏觀上來看 整個人類的活動也是一樣 這就好像是在拍電影 艾斯他們可以看到寫好的劇本 而既是演員又是觀眾的我們 則是在意念指揮下 按照劇本演繹著種種人事變遷 不過艾斯也承認 有的時候 他們在時間的估測上並不是那麼準確 因為剛才談到 他們跟我們是處在不同的維度的 兩邊的時間概念是不一樣的 換算的時候也會有一些誤差 而且 由於人類道德的墮落和人性的反覆無常 有時候這劇本還需要稍微的改動一下 於是有些局部的地方就會發生變化 所以艾斯說 要是我們的預言沒有完全實現的時候 可請你別太嚴苛的指責我們 這位科學家在死後才認識到 生前是有很多的錯誤認識的 他和男孩講的雖然不多 但其實卻涉及了大量的真相 讓人大開眼界 除了這位科學家 男孩的日記本中 還出現了另外一位名人 就是美國一戰時期的美國總統威爾遜 威爾遜在戰後提出了14點和平原則 希望可以避免再次發生世界大戰 這其中包括無秘密外交 航海自由 消除國際貿易障礙 限制軍備 以及成立國際聯盟 以維護世界和平等等 這些原則後來成為了巴黎和會的指導綱領 1919年 威爾遜就因為提出成立國際聯盟這個構想 而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不過長老告訴男孩M說 威爾遜的這14點和平原則 其實是受到了另外空間高層生命的啟發 他們想幫助人類維持和平 所以選中了這位一生有著虔誠信仰的威爾遜 來傳遞信息 不過關於這一點 M覺得 威爾遜本人可能並不知曉 一戰期間 有那麼一兩回 M在晚上的時候 曾經在高層空間中 見到過威爾遜的靈魂 不過對於威爾遜來說 他本人可能只是認為 有那麼兩天晚上 自己夢遊仙境的時候 恰巧獲得了靈感吧 話說回來 讓人可惜的是 人類並沒有遵從高層生命的意願 那些反戰原則最終都無法實現 M感到 周圍的靈氣沒有和平的跡象 在日記中 他預言戰敗國會復仇 不過自己是活不到那一天了 而之後二戰的爆發 正是源於德國的復仇 也印證了男孩的預言 而這時他已經不在人世了 好了通靈日記這本書 到今天就介紹完了 大家喜歡這類故事嗎 歡迎留言給我們 外界之謎 我是扶搖 我們下次見 大家好 謝謝大家 一直支持我們的節目 這裡提醒大家 我們開通了捐款網頁 也歡迎大家用這種方式支持我們 我們會把您的每一份支持 都用在節目的前前後後的包裝和製作上 包括進一步優化我們的節目頻道之類的 那麼胡瑤和節目組呢 在這裡就先 謝謝大家啦 我們下期節目見